这是知名的习饼大厂郭元毅 他们的果汁粉被发现 是在这一家金钻下游名单的供货名单里头 这显然他们的原料可能会出现问题 不过在昨天晚上郭元毅特别出面澄清了 他们说这些果汁粉只用在研发新产品上面 并没有流入失眠 习饼大厂郭元毅竟然也出现在卫生署 最新公布的塑化剂机场名单当中 也证实确实有向育生公司底下的横移公司 进货包括葡萄 红苹果 草莓三种口味 共19公斤的果汁粉 郭元毅公司也澄清表示 这些产品都没有流入市面中 葡萄果汁粉我们使用了200公克 来进行商品的研发测试 结果没有通过我们公司的品评测试 郭元毅公司表示这些果汁粉 只是拿来研发新产品用 使用200公克之后发现不对劲 就已经在5月30号全数退回给横移公司 郭元毅公司也强调所有产品配方 都没有使用起云剂 庆幸果汁粉也还没有吃进民众的肚子里 因此不需过度担心 都没有吃进民众的肚子里 都没有吃进民众的肚子里